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翔哥 这个标题你们都看见了吧 我们就不废话了,我们先开一个箱,好吧 没有错了,这个就是我买来的 辣可乐 这个可乐的外观呢,就是这个样子 卡比可乐型汽水 我们先品尝一下,好吧 这颜色就是正常可乐的颜色 没有任何变化 我觉得这个可乐味道很奇怪 和你平时喝的可乐味道完全不一样 要说辣,倒是没有感觉到辣 我好像是有一点点生姜的味道 如果要说它是辣可乐,可能就是这种微辣的姜味 然后除了这种姜味呢,还有 好像还有橙皮的味道 反正味道很复杂很奇怪 看下这个是用什么配方制作的呀 连喝两瓶能撕裂喉咙的辣可乐 把这里有配料表 柠檬,肉桂皮,丁香,生姜,辣椒 我说这个可乐味道怎么会这么复杂 这感觉不像是可乐的配方啊 生姜,辣椒,肉桂皮 我感觉更像是卤汁的配方啊 我本来还在想 做这个可乐要不要做成可乐鸡翅来试一试 看到这个配料之后 我确信我的观念 不说我还没察觉 一几说了之后 真的有那种肉桂粉的那种味道 又还有一点点酸 反正味道真的很奇怪 完全不像是在喝可乐 但是真的没有感觉到辣 好吧,那现在在我这种专业的美食博主面前 我们现在就用这个辣可乐来做一次可乐鸡翅 首先呢,我们百度一下可乐鸡翅 正种可乐鸡翅的做法 学会了之后呢,我们先把鸡翅放在开水里面煮一下 然后再用清水冲一下 然后锅里热油 放入葱姜蒜大料爆香 由于我们的可乐已经有了 姜、辣椒、肉桂等配料 所以多余的我们就不需要了 然后把鸡翅放进油锅里面炸 炸至两面金管的 就可以倒入我们的可乐 然后我们再放点花椒 制作出麻辣可乐鸡翅 再放入生抽、料酒 盖上盖小火焖至10分钟 然后大火收汁即可 那么一盘香喷喷的可乐鸡翅就制作好了 好了,现在这一盆香喷喷的麻辣可乐鸡翅就已经做好了 是不是看上去就非常有食欲啊 那现在我们就开动了哦 吃鸡翅膀需要用筷子吗 鸡翅膀应该都是用手抓的吧 那如果观众又不喜欢怎么办 那么现在经过我们激烈的思想斗争呢 以及为了这个观众的观看体验 如果你想看用手抓的话 你就挡住这边屏幕就可以 那么如果你想看用筷子吃的话 你就挡住这边屏幕 那就可以了 好的,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吃吧 这感觉有点甜 好像是有点甜 吃个水果 这个味道呢 总体来说就是感觉是 稍微有那么一点甜 不过平时好像没吃过可乐鸡翅 所以我不知道正规的可乐鸡翅是什么样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没法做对比 然后就是有一种像是那种 好像是乳酸的那种味道 对,就是这种味道 刚刚喊你说你又不说 现在你又回来 不是 我也没什么事啊 我就是拿筷子吃给大家看而已 那还是干嘛呀 那没我什么事我也先走了 去吧去吧去吧 走,拜拜 拜拜 总结一下 单独喝这个可乐呢 味道真的是很奇怪 做这个可乐鸡翅呢 确实是很甜 就像是那种红烧的那种鸡翅一样 不过总体来说 味道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 但唯一就是没有制作出我想要的那种 麻辣鸡翅 因为真的不怎么辣呀 就是那种味道五味杂成的感觉 看配料你们也大概知道了吧 然后就是这种可乐熬出来的那种酱汁 然后沾满了这个鸡翅的表皮 然后吃进去的时候 感觉 味道其实 真的是很 不过大多还是甜味的 然后又稍微有一点点像是 有鸡翅的那种味道 总体来说还是蛮好吃的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辣可乐制作的可乐鸡翅 也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 这都是我的兴趣 好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击个关注留言 声众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